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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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接下来我们谈耶稣的生活 跟祂的言行 这其实刚刚在讲前面的一部分 在讲耶稣的传记的时候 生平的时候其实都讲到过一点 我特别这本课 你大家也发现我特别强调 性别特别强调女人的关系 你们的第一个作业就是要谈 要去查 这五大圣者相关的女人 对吧 有一个法利赛人请耶稣跟他吃饭 耶稣法利赛人是一个 独守犹太的 严格法律的人 耶稣就在法利赛人家中去做客 做席 那成立有一个女人 是个罪人 知道耶稣在法利赛家人做席 就拿着圣者香膏的玉瓶 站在耶稣后面 挨着他的脚哭 站在后面 在他脚下面哭 眼泪呢湿了耶稣的脚 大概这眼泪非常的丰富 就用自己的头发擦干 在佛陀的故事里面 也有一个女的头发很长 那时候长 那女人都长发 头发很长 然后那个地上有水 她就把这个长发铺在地上 让佛陀踩着她的头发往前走 我们现在听起来当然觉得有点 但是这是虔诚的表现 好 就用自己的头发擦 又用嘴帘清她的脚 一边擦干一边清再擦 再清再擦 耶稣我觉得也很有耐心 我想我们现在任何人 有人这样做都会觉得很奇怪 再把香膏抹上 把她的脚清干净 那时候人的鞋子很简便的 不像现在 请耶稣的法利塞人看见这事情 就说 心里说不是公开说 这人若是先知 必知道摸她的是谁 是怎样的女人 他意思说 他是先知 他还不知道这个人就是个罪人吗 那在这个严格的这个 犹太的法利塞人里面 那人不能跟罪人相处啊 罪人是肮脏的 我们要跟他隔绝 结果这家伙好像有很厉害 但是为什么不知道这个清他脚 清他脚的这个人是个罪人呢 意思是对他是有怀疑的 可是耶稣听到了 心里说 可是耶稣知道 耶稣又说 西门 我有句话跟你说 西门说 父子请说 耶稣说 这是用比喻啦 所以耶稣讲很多话 都不直接讲 都是讲故事 所以这个解释的空间就很大 所以一个债主 有两个人欠他的债 一个人欠五十两银子 一个人欠五两银子 相差十倍 因为他们无力产还 债主就开恩免得他们两个人债 好吧还不了 那反正我有钱 那就算了 哪两个人 这两个人哪一个更爱他 一个欠五十两的 一个欠五两的 哪一个人更爱他 我觉得这个跳跃非常快 我第一次看到的时候 我说 如果根据他 我欠他五十 他不要还 那他欠五不要还 那欠五十应该比较高兴吧 我想 应该是这样的意思 所以他说 西门说我想是多得恩免的人 我想原来我叫西门 西门 我跟他讲一样 耶稣就说 你断的不错 不错 判断 于是转过来 象征的女人便对西门说 你看见这个女人吗 我进了你的家 你没有给我用水洗脚 但这个女人用眼泪湿了我的脚 用头发擦干了 你没有与我亲嘴 但这个女人从我进来的时候 就不住的用嘴亲我的脚 你没有用油抹我的头 但这个女人用香膏抹我的脚 想这女人欠的是五十两银子 其他人欠耶稣只有五两 大概是这样的类比吧 应该是这样 所以我告诉你 他许多罪就赦免了 他欠五十两我都不算了 因为他做了 后来做了很多善事来弥补 所以这罪就算了 因为他的爱多 那赦免少的他的爱少 你虽然请我来 但你没有给我这个全套的服务 如果我们现在讲法 大家这样 所以你爱少 于是对那女人说 你的罪赦免了 OK 你的罪赦免了 同袭的人心里说 心里都不敢讲 说这什么人呢 竟然赦免人的罪 你凭什么赦免人的罪啊 耶稣对那女人说 你的信救着你 平平安安回去吧 所以后来的基督宗教的传教 会强调信仰的重要性 那个到了十六世纪 十七世纪 那个马丁路德的信仪会 他们就强调因信称义 你只要信 那你做出来的行为都是善行 这个很重要 做信仰的力量很重要 因为因信得救 好那耶稣跟女人在多玛福音书 多玛福音书是不在现在的福音书里 上次说过有人认为是第五福音书 就说西门彼得对他们说 让玛利亚离开我们吧 为什么呢 因为女人是不配得到生命的 这个是西门彼得说的 西门彼得就是彼得 就是后来的理论上的第一任大主教 就是耶稣之后就传给了彼得 因为彼得呢 在原来的这个语文里面 彼得是岩石的意思 因为耶稣曾经说过 我的教会将建筑在岩石上 他们就说 那意思是说要从彼得开始建立教会了 那些人是这么解释 所以彼得就觉得这玛利亚 好像跟耶稣的关系很好 所以怎么会呢 她是个女人呢 是要攻击女人 或攻击任何我们不喜欢的人 都可以用这种方式 什么什么人是不配得到生命的 什么什么人是比较差的 什么什么人是什么 这就是社会排除 不是社会闹 也就是说看啊 我会带领她 使她成为男的 这件事情也是 我们在佛陀那一章 讲到妙法莲花经里面 也是女人要成佛 得先转换成为男生 男的身体 才能转换 这里有类似的想法 我让她成为男的 好叫她也能变成活着的男性 性的灵 像你们一样 但我要 我要跟你说 凡将自己变成男人的女人 都可以 进天国 那这个变成男人的女人 到底是生理上的变 还是心理上 特质上的变 其实现在如果真要做 是可以有这些解释 但是在当时的了解 就是男人变成女人 那就是要身体上面 生理特征的一个变化 总而言之 这里面的重点是 玛利亚很受耶稣的爱戴 好 那这个玛利亚福音书又说 他对于救主说过这样的话 感到执意 他真的私底下和一个女人说这些 而没有公开跟我们说吗 这约翰福音里面有 还有 这女的老师教她比较多 好像没有交给其他人 没有公开交过 他们怀疑这个 我们要转而听从她的话 所以她是第一传人 本门第一 那我们要听这女人的嘛 各位大概也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 当这个我们的女总统出现的时候 有人说穿裙子的 怎么能够带领三军呢 你不觉得跟这讲法差不多意思吗 她至少当总统也当了好几年了 好像也没怎么样 难道她喜欢她胜过喜欢我们吗 这不必难道 应该就是这样 如果喜欢你们 那你还要再怀疑这个吗 你会怀疑这个就有问题 所以我把英文都列下来 因为我怕你们 或者怕有些人觉得我乱讲话 不是我乱讲话 是这些人乱讲话 我看书看的比较多 我看到这一段 那你可能要怀疑的就是上下文的关系 那你可以去看 这都是根据的 你去看吧 好 这边玛利亚福音书 还是这个不列在圣经里面 还是要强调一下 于是玛利亚哭起来对彼得说 我的兄弟彼得你在想什么 难道你以为我自己编出这些东西来 还是以为我说有关救主的谎言 你怎么会怀疑这个呢 就因为我女人就会怀疑我 因为我自己编到这来 你以为我编的 立位没有回应 对彼得说 彼得你总是这么急躁 这跟在孔门里面 子下跟子游都说过子章 男语并为人 或子章不仁 人际关系很差 这个彼得急躁 至少这是立位说的 哎呀我看你跟一个女人争辩 就好像在跟敌人争辩一样 这不是同样的同门的人吗 同门人为什么要搞成这样 相间和太极 相间和太极还不是同门的 相间和太极是同根生 救主若要他配得 你实在有谁 就说我们的老师都选他了 你能说什么呢 对不对 你哪有觉得什么 可以拒绝他吗 毋庸置疑 救主十分了解他 所以他爱他比爱我们多 这是立位是替这个 玛利亚说话的 我们还是最好感到羞耻 并且照他的吩咐 增添一个完全人加入我们 这完全人什么意思 这是讲说那个 犹大吗 还是指这个女人不是个完全的人 然后呢宣讲福音去 除了救主以外的话 说的话以外 不要制定其他任何的律 律法 当 这里面是断简 他们开始出发宣讲不道去了 所以确实有这个争议 到底这个 可是这没收到圣经里 所以表示教会 并不太认可 这方面的记载 但是我们强调 这种记载不是没有可能的 教会后来可能就因为这样 所以对于在前面的女人 不是太重视 或者认为女人不能领导 重视也可以 你就在别的领域里面 另外一个是家人的故事 这段呢也就是上次说 李亚明教授认为 耶稣是私从子的证据之一 我觉得这个证据不太好 因为不是私从子也这样 为什么呢 你记不记得我们在讲 苏格拉底的时候 他儿子对他妈也是很生气 那苏格拉底的儿子 并不是私从子啊 所以我觉得我们光从 这五个人里面 你要论证什么的时候 你就可以相互参照一下 从一个行为 你就要推断一个 那么的复杂的事情 我想这是 这真的是太不谨慎了 我虽然不是教徒 但是我是老师 我是老师 我希望各位 在做任何判断的时候 或者在看人家 做任何判断的时候 你都要想到 他的根据是什么 不充分的根据 不要到时候 就跟着腰过 我觉得当老 当学生 或当一个大学生 有思想训练的人 不应该这样 好那这段话 真的是让人觉得 非常的困惑 尤其在我们的社会 他说因为我来 是叫人与父亲生疏 女儿与母亲生疏 媳妇与婆婆生疏 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 这句话 听起来真的很像 家庭关系显然 绝对是不好的了 但要说 这是私生子 这个我觉得就 真的有点夸张 爱父母过于爱我的 不配做我的门徒 爱女儿过于爱我的 不配做我的门徒 所以他最大 我最近读到 但不是古兰经 最近读到这个 穆罕默德的文献 也说穆罕默德说 你们爱自己家人 或自己朋友 胜过爱我的 你也不适合做我的门徒 跟这样讲法是一样的 那这句话 当然因为 好像变成很权威的样子 所以大部分都会去解释了 这句话什么意思 所以大部分的经典的重点 不在于他的本文 本文某种程度 是很清楚的 重点在于他的诠释 这是在什么状况下 讲这样的话 我们大部分人在阅读经典的时候 只有一种模式 就是字面模式 literal meaning 有的时候这是反凤的 有的时候这是幽默的 有的时候这可能又是 其他什么模式 然后你看 多玛福音 这也不在现在的圣经里面 耶稣说 凡不恨 恨恨他父亲和母亲 就不能成为我的门徒 凡不恨自己兄弟姐妹的 不像一样 不像我一样背起十字架 也配不上我 所以这里面 有要恨自己的父亲母亲 好有趣的在这里 因为那个也是教会的人翻译的 然后我就找到这杨克勤的译本 跟黄根村 这个根子打错了 这黄根村根是木头的译本 内容大体像中 可是楼世忠的整理 楼世忠他那书也不出在教会出版品里面 但不小心被本人看到 刚好相反 耶稣说 任何人不少爱他的父亲和母亲的 就以我之道 不少爱他 他不能跟我们 意思说你跟着我 你就必须是爱你爸爱你妈的 诶 这话跟前面差太远了 一个说你不能 一个说如果你没有 就不要跟着我 一个说你不能离开你爸妈 你就别跟着我 任何人不少爱兄弟跟他的姐妹 不拿起他世纪就到 来到世纪对我是不值得的 所以这里面 他鼓励跟自己家人好 跟前面的 然后这个人是 这个楼世忠先生 是号称懂得科普替文的 那我因为都不认识他 我也不知道他是否这样 但他的书 我们根据这个书里面的记载 这就是一个不同的解释 但是我们再回到前面 马太福音这样翻译 已经是几百年的事情 从新教的圣经来 所以这个翻译没有人怀疑过 如果真的像楼先生讲翻的这样 那应该在之前就有人提出质疑 可能有我不知道 因为我不是教会的人 所以你看这个 多马福音书 这个黄根春的这个翻译 跟这个是一样的意思 所以楼世忠变成是一个很 独特的翻译 这中间一定只有一个人对 那谁对我不知道 我只能这样跟你说 但是确实有两种 我连叶马年代都列出来 这不是我自己编的 看书太多 有时候就有这个困扰 有时候就是困扰 好 这是个特别跟你说 我相信在这个教室以外 没有几个人知道这个事情 楼世忠先生显然是知道 其他人不知道 因为他有不同的翻译 好 家人的关系 我们教社会学 特别注重的是人际关系 群众中有个女人对她说 怀你胎如养你的人有福了 就你妈嘛 就这个意思嘛 可是耶稣对这个女人说 凡听了负得到 而又真正遵守的 才是有福的 因为日子到了 到时候你们要说 没有怀过胎 没有如养过人 才是有福的 这句话 对于人家对他祝福 他提到更高境界 但这更高境界 道理是因为 家人这个不是有福的 听神的福音 或者上帝的福音 才是有福的 这个当然层次上有所不同 层次上有所不同 我不觉得这是反对 这个怀你胎如养你的人有福 那这个福 显然还不如听到 耶稣的道的福来得到 我觉得要解释 我会这样子去了解他 好 多玛福音书说 耶稣真正的亲属 是什么 他的门主对象说 你的兄弟姐妹 你的兄弟和母亲 在外头等着你 这是他有一次 他到耶路撒冷 他小的时候 然后他们就离开 离开后发现 他没跟上来 他没跟上来 就一看他在圣殿里面 跟很多当时的祭师 大概他十几岁的时候 在辩论 他母亲跟他很讶异 所以人家就通报 他在辩论说 你母亲跟你的兄弟姐妹来了 他在说 这里遵行我父 一旨意的人 就是我的兄弟 跟母亲 这些人才会进入 我父的国度 这里也是一样 他在那个道的 那个程序上论述 你要说他 拒绝承认他们 是他兄弟 父母 这不太可能 因为他后来 还是跟着他们回去 所以我想他在讲 这是一个很高的层次 的一个东西 在宣扬他要 大家要信上帝 要遵循上帝的旨意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才有道理 好 这里也是刘世忠的 说 凡不像我一样 恨自己父母 那些不能成为我的门徒 凡像我一样 爱自己父母 也不能成为我的 所以这个刘世忠 都觉得应该有个步子 然后 因为我的母亲 给我谎言 但我真正的母亲 却给了我生命 这边有刘世忠的翻译 这样 杨克勤的大字 为宗家通顺所嫁 像这些 然后杨克勤的译本 还是跟刘世忠的译本 完全相伴 所以就跟你讲一下 要注意这个差别 好 那怎么认识自己父亲 经文耶稣说 凡认识母亲和父亲的 都被称为娼妓的儿子 这句话 你光从字面上看 真的是 看到一个奋青奋的 不得了的奋 好 那这里说 戒命你是小的 不可杀人 不可奸淫 不可兜刀 不可做假见证 不可亏妇人 当孝敬父母 这个是犹太人的戒命 这边叫你当孝敬父母 这里说 凡认识父亲母亲 都被称为娼妓的儿子 这两句话 完全不像是一个人讲的 或者不在同一个层次上 所以我要特别告诉你 一般人都只会告诉你这个 因为多玛福音呢 不在圣经里面 我还是要再三强调这件事情 好 那夫妻关系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系 夫妻关系呢 他是这么说的 法利塞人 也就是很严格遵守 律法过生活的当时的犹太人 法利塞人来试探耶稣说 人无论什么缘故都可以修妻吗 修妻的问题 耶稣回答说 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 那起初造人是谁 就是上帝 造男造女并且说 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 两人成为一体 这是后来基督宗教里面 在证婚的时候 特别强调的 这是上帝的旨意 所以上帝结合了两个人 你不能够任意分开 所以在天主教里面是不主张离婚的 好 这是不一样 那到了新教 就开始可以离婚 这是不太一样 所以不准离婚的是因为 人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 是上帝的旨意 然后两人成为一体 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 在古代犹太教 就这个经 耶路撒冷圣经 或西伯来圣经 就这样 夫妻不再是两个人 乃是一体的了 这是一个非常理想的状态 所以神配合的 人不可以分开 他不主张离婚 就是因为有这样的话 OK 然后呢 法利赛也说这样 那摩西 为什么分不给妻子写修书 不是就不可分开了吗 怎么摩西说可以给妻子写修书呢 摩西怎么回事 耶稣说摩西因为你们心硬 所以允许你们修妻 就奥不过你们这些心不软的人 起初不是这样 我告诉你们凡修妻另取的 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 就是犯奸淫的 意思说你虽然不是淫乱 也是一样 这是奸淫 所以你取修妻 你又另取 你犯奸淫 有人娶那被修的妇人也犯奸淫 所以不能离婚就是这道理 或者离婚你就不能再婚 如果根据后面这个 那门徒对耶稣说 人和妻子竟然这样 倒不如不娶 那么麻烦啊 那我就不要进去了 这里面能出来很麻烦 那我就连进去都不要进去了 耶稣就说这话不是人都能领受的 意思说你讲的话 有人认为耶稣是赞同人要独身的 但是呢 这个很多人都不能理解这个 那就干脆不要说 所以最好 这后来到了这个基督宗教的一个有名的奥古斯丁 天主教翻成奥斯丁 奥斯丁就强调人最好守身如玉不要结婚 不得已结婚但不要离婚 这是奥斯丁后来有根据这样的了解 他还有引经据点就是这样 最好是不要结婚 结婚了以后不要离婚 离婚那就没什么话好讲 不是人都离婚 唯独赐给谁谁才能领受 因为有生来是焉人的 也有被人焉的 这句话也有很多人不同的解释 焉人什么意思 就是不能行方式的 那有人说那独生的人是不是就是焉人 这里面可能有翻译的问题 就他虽然有生殖器官 他是用来泌尿 所以他那是泌尿器官 他不是生殖器官 对他来讲 那被人焉的不是主动的 焉人的是主动的 把自己的生殖功能不要 所以像后来的修道院的这些人 基本上都是主动的放弃了这种 性方面的这种欲望 就要压抑自己的性欲望 当然压抑的结果会出很多问题 像很多 现在你看到全世界各地的主教 或者神职人员都 有一大部分人陷入了这个性骚扰的疑云 在多年后 所以他们以前 特别是在天主教会里面有那个祭坛的圣童 那小孩 然后唱圣歌的 这些在很多电影里面也有演 生殖状况也有 都被当时的神职人员性侵了 那造成他们很大的影响 所以那这个 现在这个主教 现在这个教宗对这个事情比较不宽容 其中还包括某一个地方的一个大主教 都干过这种事情 在他很年轻的时候 所以像这个真的是一个大的问题 就是到底把自己变成焉人或被人焉的 这个事情到底合不合人性 多少人有那种能力 克制自己的性的欲望 这点真的是很难的 并有为天国的缘故自焉的 就我既然要现身上帝 我就不要了 所以很多这个修女 也是没有婚姻生活 没有性生活 应该这样讲 或者要求她们没有性生活 那她们有没有 那只有她们最清楚 我们都不知道 在欧洲中古的时候 有一本书叫做十日坛 作者叫伯加丘 伯加丘 伯加丘的十日坛里面 就一堆这种 因为逃避瘟疫 一堆人在一起讲故事 就讲出这故事 其中不乏这种神父跟修女的 这种见不得人的故事 这个我以前看过 不太了解为什么会有这种故事 因为在中国的笔记小说里面 或其他的章回小说里面 也常常有和尚 这个乱搞男女关系的故事 好这话谁能领受就可以领受 意思说 就看随你们的资质来理解 这个有时候很难理解 到现在也是一样 这是马太福音的 好另外一段也是类似 这是马可福音的 法利赛问他人修妻可不可以 意思是要试探他 也是回答摩西吩咐你们的是什么 他们说摩西写了修书就可以修妻 也就是说摩西是因为你们心意 所以用这个条理给你们 但起初创造的时候 神造人是造男造女 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 这句话跟前面是很接近的 所以马可福音这么说 马太福音这样写 前面是马太福音嘛 对 所以这个是 就这个部分是来自那个部分 那这个是路加福音 路加福音说凡修妻令 取的就是犯奸淫 取被修妻的也是犯奸淫 这也是同样的来源 同样从马可福音来的 好那复活以后的人 他为什么要这样 因为这可以确保复活以后 你的关系不会很乱 因为你的太太只有一个 你先生只有一个 如果你又再取 再什么 这个关系变得非常的复杂 撒毒该人 那当然是一群人 常说没有复活这些事情 不可能的 所以你知道 复活这个信念 在当时不是很多人有 他们来问耶稣夫子 摩西为我们写说 人若死了 撇下妻子没有孩子 兄弟就当他娶他的妻 这个在我们以前 念文化人类学的时候 说西藏有这个习俗 叫做哥哥的太太 就你嫂嫂死了 你哥哥死了以后 你就要继承你嫂嫂 就在婚礼上面 你就变成他的先生 就类似这样 为哥哥立子以后 有兄弟七人 第一个娶了妻子死了 没有留下孩子 第二个娶了她也死了 没有留下孩子 第三个也是这样 那七个人都没留下孩子 末了那妇人也死了 当复活的时候 她是哪一个人的妻子 她嫁了七个丈夫啊 她是哪一个人的妻子呢 复活的时候 因为他们七个人都娶过她 耶稣说你们所以错了 岂不是因为不明白圣经 不晓得神的大能吗 人从私利复活 是不嫁也不娶的 哪像天上的侍者一样 论到死人复活 你们没有念过摩西的书 摩西的书 经济篇上说窄的吗 神对摩西说 我是亚伯拉罕的神 以撒的神 雅各的神 神不是死人的神 乃是活人的神 你们是答错的 其他也没有太真正面对 这个问题来回答 只说到那里没有结婚的问题 所以你不要以为 在这边她嫁了七个人 到了天上 哎呦 那个劳工一号 劳工七号 那不必讲 到007你还以为她是情报员 没有 到那里没有嫁娶的问题 那是另外一个境界 完全没有嫁娶的问题 所以也因为可能没有嫁娶的问题 所以她认为你在这世上最好 就不要结婚 因为这就跟天上一样 没有嫁娶的问题啊 但她不知道人有了 这个被安排了有信誉之后 你不结婚信誉怎么去解决啊 这到现在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 那这个也是一样的说法啊 就是撒多该这是在路加福音里面啊 有关弟兄的问题 兄弟姐妹或手足 耶稣说爱你的兄弟如同爱自己的灵魂啊 看守看守他这个手之打错 看守他如同保护你的眼中的瞳孔啊 这是兄弟 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 说不可杀人 这是指旧约圣经啊 不可杀人 又说凡杀人难免受审判 只是我告诉你们 就是他把这个古代的经典在家里诠释 凡向兄弟动怒的难免受审判 凡骂兄弟是拉家的 这骂好像骂的很厉害的话 难免工会的审判 审断啊 凡骂兄弟是魔力的难免地狱的火 所以你们在祭坛上祭物的时候 若想起兄弟向你怀愿 就把礼物留在坛上 先去和兄弟和好 再来献礼物 多少基督徒真的是这样做的吗 我就觉得这个很多基督徒 都没有接受到这个教训 理论上基督徒的家庭应该是非常和乐的 那是不是 那真的也就是个别状况 好 这里我特别要讲这句 也是一样 我觉得基督宗教的这些领袖 美国信教的领袖 他们按着圣经发誓 都没好好的了解这句话 有个律法师起来 试探耶稣的夫子 我该什么时候才可以承受永生 永远不死 耶稣他说 律法上写的是什么 你念的是怎么样呢 他回来说 律法上说的是 你要尽心尽心尽力 主 你的神 又要爱wort色 就是如同自己 耶稣说 你回答的是 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 所以这个永生不是一个的 你要做了什么 精心尽 rua 敬益愛主 接下來你要愛臨舍如自己 你覺得美國總統有做到這個嗎 愛臨舍如自己 你覺得哪一國的領袖 如果他是基督徒有做到這樣嗎 我們的領袖裡面 我們的領導人裡面 我們的總統裡面 也曾經有人是基督徒 他有做到愛臨人如同自己嗎 我每次看到這個說 這些人還宣稱他是基督徒 我真高興我不是 那接下來我們前面講到的是對鄰人 就是鄰居 如果再把敵人講進去 那真的沒有好基督徒 尤其是當政者 因為你看耶穌怎麼說的 這馬太福音現在聖經裡面有 他們一定也都讀過 就你們聽見有話說 當愛你們的臨舍恨你們的仇敵 這個是指猶太教裡面的教誨 所以這個呢 一般被認為叫雙元道德 或二元道德 就是你對內是要愛的 因為那是你們自己人 對外你是要仇視 因為他是別人 這當然可能有這個當時 就是猶太人在當時巴勒斯坦地區 跟這個當地的人的關係不好 有關係 當然這個不好的關係一直延續到今天 幾千年來都是這樣 所以他們會有這樣的講法 是有時代的限制 那耶穌告訴你們 不是這樣的 只是我告訴你們 那有話告訴你們 就表示他要對傳統做一個更新 我告訴你們 要愛你們的仇敵 為那逼迫你們的人禱告 那這個真的是 從十字軍東征 最有名的故事 到現在 這事情沒有人遵循耶穌的教誨 這些基督徒都沒有遵循耶穌的教誨 這樣就可以作為他們天父的兒子 因為他叫日頭照好人也照歹人 所以可以知道這個日頭 顯然在十九世紀中國 跟現在台語是一樣的 日頭現在不會翻成日頭 降雨給異人也給不異人 所以這是普照、普愛 普愛世人 不是因為你是什麼樣的人而不愛 這段話的意思是這樣 你們如果單愛那愛你們的人 有什麼賞賜呢? 就是稅利不也是這樣行的嗎? 你們如果單請你們兄弟 安此人比人有什麼長處呢? 就是外邦人不也是這樣嗎? 外邦人就是基督徒以外的人 或者猶太人以外的人 你們要完全像你們的天父完全一樣 就是要普愛世人 我覺得這點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歷來的基督宗教的領袖 或者君王 或者現在的領導人都不是這樣的 那對於貧富的看法 這也是很有名的一段 財主的想法跟結果 這在多瑪福音書 這是聖經沒有的 也就是說有一個財主 錢財豐富 他說我要將我的錢財 用在公眾收割及種植等事上 然後將收成滿滿裝進我的倉房 這樣我就一無所缺了 這是他心中的想法 但就在那天晚上他死去了 所以凡有耳就當聽 這句話什麼意思呢? 就是你愛財富 最後財富也帶不走啊 簡單講講 滿滿的倉房 所以後來在這個 陳水扁總統 這個因為貪污案的事情 有一個牧師還是神父 一個神職人員 就寫了一本書 那本書有一陣子成為暢敲書 書名叫做窮的只剩下錢 就是這樣的故事 沒有其他今天生活 所以那句話一直在當時非常有名 現在事情過去了 大部分人也都忘了 商人不能進天堂 這是多瑪福音裡面說的 當然多瑪福音這句話 會讓很多商人信徒就不太爽嘛 對不對? 耶穌說有一個人請了許多客人 當他準備好晚宴 打發僕人去請客人來覆宴的時候 僕人回到主人裡說 你所邀請參加宴會的人 全部都為了自己緣故請辭了 沒有人來 主人就對僕人說 出道街上 遇見誰就帶誰來覆業 做買賣的和從商人的 不能夠進入我覆的地方 大概那些人就是 商人重利輕別離 大概就是這樣子的意思 這當然對從商的人 這是一桿子打倒一船人 這當然也不是很恰當的描述 貧富有一個觀 這路加福音了 就在新約聖經裡 有一個觀問耶穌說 良善的夫子 我該做什麼事情 才可以承擔 承受永生 希望得到永生 耶穌對他說 你為什麼說我是良善的呢 除了神一位以外 之外 再沒有良善的 戒命你是曉得的 就是摩西實戒 不可奸淫 不可殺人 不可偷盜 不可作為假見證 還有當孝敬父母 那人說 這一切我從小都遵守了 耶穌聽了就說 那你還缺少一件 這個我都遵守了 哪還缺少一件呢 說這一件是耶穌家的呀 就是要變賣你一切 所有的分給窮人 就必有財富在天上 你還要來跟從我 所以你不要太重視世俗的財富 你要重視的是這一個天上的財富 因為你在地上布施越多 你的天上財富累積越多 這跟佛教的說法沒有太大差別 這個其實孔子裡面也有 他多出來錢財 你可以給你們的相當 給這樣的人 所以這個也是一個蠻普世價值 因為蘇格拉底比較窮 所以沒有這個問題 他也學生好像也沒有太有錢的人 所以沒有談到這個布施的問題 他聽到這話甚為憂愁 因為他很富足 這裡面以前我就聽過一個笑話 有一個人就問另外一個人 說如果你有兩架飛機 你會分我一架嗎 那當然 那你有兩架汽車會分我嗎 當然 那你有兩個蘋果會分我一個嗎 那不行 為什麼 因為我有兩個蘋果 他沒有飛機也沒有車 所以沒有的時候你說什麼 我要分給你都行 你講到我有的 我就沒有辦法跟你分享 所以 然後說 好 編滿一些說 分給窮人 就必有財富在天上還跟從我 他聽見這話甚有愁 因為他很富足 耶穌看見他就說 有錢財的人進神的國 是何種的難呢 因為你太愛你自己了 駱駝穿過真的眼 都比財主進神的國還容易呢 聽見人就說 這樣誰能得救呢 耶穌說 在人所不能的 在神卻能 彼得說 看啊 我們已經撇下自己的所有跟從你了 耶穌說 我實在告訴你們 人為神的國撇下房子 或是妻子 弟兄父母兒女 沒有在今世不得百倍 在永世不得永生的 所以你要跟隨耶穌這一切都有 那你跟隨耶穌的時候 可能真的要拋棄 妻子兄弟父母兒女 這是這句話 講到貧富的問題 所以追隨耶穌是很重要的事情 因為他能帶你入天國 這是現在很多的導師 包括前一陣子網路上流行的seafood 也是這樣 你一定要愛自己的師父 勝過愛你的爸媽 這個宗教 這個部分都這樣 我們這些局外人 現在就覺得不可思議 怎麼會有人這樣呢 真的就有人這樣 這真的不必太壓抑了 歷史上都有 現在也有 富有者要棄絕這個世界 這多瑪福音書說 耶穌說 凡變得富有的都應該做王 凡有權利的都應該棄絕權利 凡有權利的人都不棄絕權利 做得再爛他也得要做下去 全世界各國都一樣 選上了沒有不選連任的 副總統有而已 但其他都沒有 這個都一樣 不管什麼政黨 所以說他們要棄絕權利 他不認為那是權利 他認為他事情還沒了啊 這是為民服務啊 他們都這麼說的 耶穌說 凡找到這個世界又變得富有的 必須棄絕這個世界 好 登山寶遜其實我們上次說過了 登山寶遜這個我們上回少說了一句話 就登山寶遜可以用一句 一個英文字來表述 叫做Beatitude B-E-A-T-I-T-U-D-E Beatitude Beatitude就是講登山寶遜所講的這些東西 這個字只有這個意思 沒有別的意思 Beatitude 好 耶穌看許多人上了山就坐下來 門徒跟到他面前 開口教練的說 虛心的人有福了 我上次算過總共九個嘛 虛心的人說八個 八個是因為最後不算的 虛心的人有福了 天國是他們 所以你要虛心才入天國 哀動的人有福了 因為他們必得安慰 所以你要是哀動的人 溫柔的人有福了 因為他必承受地土 饑可慕意的人 饑可慕意的人 就說你要行善 你要行對的事情 因為他們必得保足 連續的人有福了 因為他必蒙連續 清心的人有福了 因為他們必見得神 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 因為他必稱為神的兒子 所以要使人和睦啊 他戰爭的人 有哪個地方發生戰爭 哪個地方怎麼樣 你要出來調停 這都非常重要的 這也是上帝允許的人 畏意受迫害的人有福了 因為天國是他們的 你在這個世界上受到迫害 但是在另外一個世界 你可能 不是你可能 你在神的世界 你會受到很多的福氣這樣 人若因我辱馬你們 逼迫你們 逼迫你們 捏造各種話說壞話 你們就有福了 所以在日本當初接受基督教的那個 然後日本開始反基督教 在歷史上 他們叫他踏過耶穌像 還有這個踏踏十字架 來確認你是不是基督徒 那就是因為我辱馬你們 逼迫你們的人 你們是有福的 當然有人就殉道了 所以後來變成殉道者 英文叫Martile 那有的人就屈服於這個壓力 就不做這樣的事情 應當歡喜快樂 因為你們在天上賞賜是大的 在你們之前的先知 人也是這樣逼迫他們 他們世上的言 言若失了位 怎麼能叫他再閒呢 以後無用 不過就在外面 使人見他 你們是世上的光 成照在山上 是不能隱藏的 所以這段呢 就是著名的登山寶遜 告訴你這些人 雖然受力壓迫 但是只要你獨守散道 你天國 你進去比那個有錢的人還容易 好在這裡 這裡講到的 其實這裡講到都是 針對猶太教的一些律法 再加以更新 只是我告訴你們 他常常有這句話 只是我告訴你們 意思就是說 前面我們作為猶太人 我們所相信的東西 其實我現在有新的看法 你們可以相信我 凡事向中帝動怒的 難免要受到審斷 凡罵兄弟拉家的 剛剛也出現 難免公會的審斷 凡罵兄弟是魔力的 難免地獄的火 所以你在祭壇上獻給禮物的時候 如果想起兄弟向你懷願 就把禮物給我談錢 先去和兄弟和好 所以像這裡強調兄弟要和好 跟強調前面強調說 誰是我兄弟 什麼什麼 那這裡是比較 應該是比較正確的說法 那邊前面 如果跟這裡衝突 應該是以這裡的想法為準 那跟兄弟和好 再來寫禮物 你同告你的對頭 還在路上 就趕緊跟他和諧 又不要有打官司 孔子也說必也無誦 那必也無誦是目標 怎麼達到必也無誦 這個就有不同的道路 恐怕你將 趕緊跟他和諧 就是和解 恐怕你將 恐怕他把你送給審判官 審判官加費亞裔 你就要下在監裡了 那顯然是對當時 羅馬的統治的監獄的 不正義的一個警惕 我實在告訴你們另外一個 如果有一文錢沒有還清 你斷不能從那裡出來 你們聽見的話說不可奸淫 只是我告訴你們 凡是看見父女動一念的 這人在心裡已經犯了奸淫 不可奸淫是指行為上 你說腦筋裡面 那我這是哪叫奸淫 耶穌要求的是更嚴謹的 你在腦中想到了 那都是算奸淫 如果你的右眼叫你跌倒 就挖出來丟掉 這非常激烈 寧可失去白體中的一體 也不叫全體丟在地獄裡 如果是右手叫你跌倒 就砍下來丟掉 這都跟右有關 你看 寧可失去白體中的一體 也不叫全身下地獄 有話說人若修妻就當給他修書 只是我告訴你們 凡修妻的 又不是因為淫亂的人 就叫他做淫婦 因為他還要再嫁給別人 然後性關係就會比較亂 如果他是淫亂 那你當然有修妻的理由 聽起來是這樣 人若取責被修的婦人 也是犯奸淫的 你們又聽說有吩咐古人的話說 不可備誓 你的誓總要向主謹守 就是你要信守你的諾言發誓 只是告訴你們 什麼誓都不可以取 不可以發誓 不可以指天 因為天是神的作為 不可以指地起誓 因為地是他腳凳 不可以指耶路撒冷起誓 因為耶路撒冷是大軍的京城 也不可以指你的頭起誓 因為不能死一根頭髮變黑白了 你們的話 是就說是 不是就說不是 這我們上次也講過 若再多說就是出於那惡者 你們聽見的話說 以眼還眼 以牙還牙 這你學英文都學過 這是猶太人的做法 基督徒他不這麼做 只是我告訴你們 不要與惡人作對 有人打你的右臉又從右開始 打你的右臉呢 連左眼轉過來讓他打 我現在在念穆罕默德的東西補念 就是說穆罕默德的行為 到底是要當做一個命令 說所有人都要學穆罕默德 還只是一個建議 有的不同的回教徒 就認為穆罕默德的以身作則 所有東西都要學他 所以穆罕默德曾經說過 他穿襪子 是先從右腳開始穿 所以所有猶太 所有的伊斯蘭教徒 都得從右腳先穿襪子 我今天穿襪子還特別從右腳穿 我平常穿襪子從哪一腳穿 我都每天特別注意 各位可以注意一下 穿襪子還穿鞋子 要從右腳 當然這是有爭議的 伊斯蘭教徒 有人並不覺得 穿鞋子要從哪裡穿 才是好的伊斯蘭教徒 但有的人覺得是 好 有人想告訴你 要告你 或者拿你的禮儀 一年萬億也給他拿去 有人強迫你走一里路 你就跟他走兩里 你走久了 你可以參加馬拉松比賽 因為你很能走 求你的給他 向你借貸的不要推辭 你們聽見有話說 這聽見有話說 就是過去經典的教誨 當愛你的臨舍 恨你的仇敵 剛剛我沒引到 這樣就可以做 你們天父的兒子 因為他叫日頭照好人 也叫壞人 降於給異人 給不義的人 你們若單愛 愛你們的人 有什麼賞賜呢 就是稅利不也是這樣行嗎 你們若單是 單請你兄弟的安 比人有什麼長處呢 就是外邦人 不也是這樣行嗎 所以你們要完全 像你們天父完全一樣 所以這裡面 他的很多教誨 都是要針對 過去猶太人的習慣 再加以更嚴格 或者不要信舍 就要打右臉這個事情 也是一樣啊 很多人打個臉 馬上就說氣到不行啊 我們不信教的人 這個是因為我沒修養 信教的人應該相信 耶穌說的話 那不可殺人這件事情 是大概古今中外皆然 古今中外皆然 你們聽見有吩咐古人的話 說不可殺人 又說凡殺人 就難免受審判 只是我告訴你們 凡向兄弟 動怒的都受審判 這何況殺人呢 這比殺人理論上 要輕很多 只是動怒 凡罵兄弟是拉家 就難免受公會的審判 罵兄弟是魔力的 難免受地獄的火 這是馬太福音 馬克福音也說 不可殺人 不可堅毅 不可兜刀 不可做假見證 不可虧無人 當孝敬父母 所以說中國人孝敬父母 好像別人都不孝敬父母 這是實界裡面的話 所以那就是讀書讀太少 特別很多人就 以中華文化為無限的光榮 就覺得別人都做不到這種事 我常常覺得這個見識太短 多讀一點書你就知道 多看一點市面 不可犯奸淫 這剛剛其實也講過 我們就不要多說了 因為犯奸淫 除了道德上的問題 可能將來還會有 這個假譜上的混亂的問題 不可修妻 這也其實也在裡面有過 不可發誓 剛剛其實也講了 不可報復 這剛剛也講了 所以這個都在剛剛的登山寶穴裡 不可施二祖 這個沒有 一個人不能侍奉兩個祖 不是誤這個愛那個 就是重這個輕的 你們不能又侍奉神又奉馬門 馬門是財力的意思 這財力就是財神 所以因為他們是一神教 所有的亞伯拉罕宗教 都是一神教 很妙的是 他們都相信自己的神 不是對方那個神 我們可能做研究的人認為 或者在旁邊看的人 你們三個神搞不好就是 同一個神 因為都在你們那一區嘛 懂嗎 那怎麼會是三個神呢 三個神不同的名字 猶太人的神叫耶和華 那這個基督宗教的神 比較沒有特別名叫上帝 然後呢 伊斯蘭教的神叫阿拉 或者他們叫安拉 所以這個不可施二祖 主要是一個 一神教的一個說法 不要憂慮 不要憂慮什麼 就告訴你 不是說你不要得憂慮症 所以我告訴你們 不要為生命憂慮吃什麼喝什麼 為身體憂慮穿什麼 生命不勝於飲食嗎 身體不勝於衣裳嗎 你們看天上的飛鳥 也不種也不收也不繼續在倉裡 你們天賦尚且養活它 你們不比飛鳥貴重的多嗎 鳥你看過它儲存什麼食物嗎 沒有啊 你看過它去逛超市嗎 沒有啊 鳥就是要吃了什麼就去找 然後就找到了 然後就回來餵 台北市的街頭有其樂地方 你去看一下 有時候有燕子窩 對吧 那個燕子就去 然後叼了東西 就回來給自己的小燕子吃 然後明年的小燕子就不見了 就長大了 這個我家那附近經常看到 你們哪一個能使 能用思慮使壽命多加一克 我用想的我就能夠多活15分鐘 那不可能的啊 何必為意義上憂慮呢 你們在野地裡的百合花怎麼長起來 它也不勞苦也不仿線 這講百合跟講這個鳥 然後然而我告訴你們 索羅門王集中化的時候 他所穿戴還不如這一朵花 所以你們這些小信的人嘛 野地裡的草今天還在 明天就丟在爐裡 神還給他這樣裝飾 何況你們呢 所以不要憂慮說 吃什麼喝什麼穿什麼 這些都外邦人所求的 你們所需要這些東西 你們天父知道 他們會 他們要先求他的國和他的義 這些東西都要加給你們 所以不要為明天憂慮 因為明天有明天的憂慮 一天難處一天就夠 這當然也是希望 你不要對物質生活過度憂慮 很多東西當然還是你生活上有的 只是不要過度憂慮 我讀起來是這樣的意思 好這一段 路加福音的其實也是這樣的意思 剛剛這段是馬太福音的 這兩個意思是差不多的 不要論斷別人 以免得你們被論斷 因為怎麼樣論斷別人 你也會怎麼樣被人論斷 我們現在到處在論斷別人 有了網路以後就更加方便 每個人都是評論者 不管你是人家的粉 還是你是人家的黑 你都一樣 好那為什麼看見你弟兄的眼中有刺 卻不想自己眼中也有樑木呢 刺還小的東西 樑木是大東西 你自己眼中有樑木 怎麼對你兄弟說 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 你是假冒為善的人 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樑木 才能看得清楚 去掉你兄弟才能看得清楚 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 不要把生物給狗 也不要把你的珍珠丟在豬前面 恐怕他們践踏珍珠反過來咬你 不要把珍珠丟在豬前面 變成一個 我那時候學英文的一個英文片語 這個也是 很多英文片語是從聖經裡面來的 好這個也是一樣 《路加福音書》也幾乎一樣的記載 還叫你要施捨 在佛教就叫布施 他說你要不要小心 不可將善事行在人面前 故意讓他看見 所以為善不欲人知 也是幾乎各個文化所強調 善行是因為你有能力 就不必再誇耀了 言言說無罰善無失勞 罰善就是這樣 不誇獎自己做的好事 如果這樣就不能得到 你們天賦的賞賜 所以你施捨的時候 不可以在你前面吹號 像假冒為善的人在會堂裡 跟街道上所行的 故意要得到人的榮耀 我實在告訴你們 他們已經得到他們的賞賜 你施捨的時候 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的事情 要叫你施捨的事 行在暗中 你的賦暗中查看 必然報答你 強調不要太高調 這位說你要禱告啊 你禱告要怎麼說呢 這就是他們這個 有些虔誠基督徒 在吃飯的時候 念的話就是這個 用不同的語言 我們在天上的父 願人都追你的名為聖 願你的國降臨 願你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在天上 我們日用的飲食 今日賜給我們 免了我們的債 如同我們免了別人的債 不叫我們一切試探 救我們脫離兇惡 因為國度全秉榮耀 全是你的直到永遠 阿們 這個中國人 有人會被心驚 老外信徒 大概常常會這樣吃飯前 低著頭 然後手拉著手 或者怎麼樣 就念的是這一段 你們饒恕人的過錯 你們的天賦也必饒恕你們的過錯 你們不饒恕人的過錯 你們天賦也必不饒恕你們的過錯 所以要原諒別人 這裡面講的是這個 時時刻刻你要想這個 另外呢 是強調你要積財寶在天上 不要這個 不要為自己積攢財富在地上 地上有蟲子咬能秀壞 也有賊來挖窟來偷 只要積攢財富在天上 天上沒有蚊子咬不能秀壞 也沒有賊挖窟來偷 因為你們財寶在那裡 你的心也在那裡 眼睛就是身上的燈 你的眼睛若嘹亮 全身就光明 你的眼睛若昏花 全身就黑暗 你裡頭的光若黑暗 那黑暗是何總大呢 意思就是你要行善 不要在乎世俗的這個物質的利益 簡單說是這樣 你們要變賣所有的人 周繼別人 變賣所有的周繼人 為自己預備永不壞的錢囊 用不盡的財富在天上 就是賊不能進 從不能住的地方 因為你們的財寶在那裡 你們的心也在那裡 所以那個心是最重要的財寶 是這樣的意思 這段話是我感觸非常深的一句話 尤其在教書 我先唸給你聽 意思說看啊 有一個灑種人出去 滿手拿著種子去灑種 有的落在路旁 飛鳥就叼走了 有的落在石頭上 也不能在地裡扎根 也不能長出碎了 有的落在荊棘裡 種子給荊棘擠住 又被蟲吃掉了 一有落在豪土裡 結出豪果實 果實又結石六十倍的 結石一百二十倍的 我們當老師教同學 特別我 有一些老師 不是只有我 不點名的老師 那我們上課認真的講 盡我們最大能力講 我都快退休了 我還那麼認真 那一樣 我的灑出去的種子 有些就沒人聽 因為他不來 他覺得這課不重要 然後也有的 沒長出什麼東西來 也有的 在我這麼多年教學裡面 我不知道哪個同學 聽到我的哪句話 對他的鐘聲是受用的 像你們這些常來的同學 我就非常感動 但是你們常來的同學裡面 也一樣 有些人就是坐在那 做自己的事情 那有些人可能會 對我上課所講的話 有所感動這樣 這一樣 你們將來有機會 做影響別人的事情的時候 也是一樣 你講一句話 下面有十個人 每個人感受會略有不同 這就是撒種的比喻 撒種的比喻 那耶穌為什麼來到人間 耶穌說 人們或會以為 我來是要帶平安給世上 不曉得我來 其實要地上挑起種種的紛爭 火災刀劍戰爭 因為一所房子裡有五個人 三個人跟兩個人相爭 兩個人與三個人相爭 父親與兒子相爭 兒子與父親相爭 各個人都要行擔引之 這段話也是一個非常難解的一句話 說怎麼它不是要帶來和平 是帶來爭戰呢 這句話到底什麼意思 那這個真的要費盡多年來的 這個神學家或者傳教人去解釋 字面上就這樣子的意思 這是多瑪福音書 所以不念有時候比較好 你得說怎麼一回事 靈魂肉體也是出自多馬的福音書 也就是說假如肉身形成是因為靈 這卻是奇蹟 這是身心的兩種分類的方法 倘若靈的形成是因為身體 那更是奇蹟中的奇蹟 我感到驚訝 如此寶貴的財富 竟存在這樣貧乏之中 像這些話呢都很值得深深去了解 最後一個部分我們是要講 耶穌的理想的世界是什麼 我們講過孔子的 蘇格拉底比較沒有 佛陀的也有 那這裡呢說天國 天國 Kingdom of Heaven 有的叫做叫什麼來著 天家 對有些教會翻成天家 不是天國 那這裡說天國不是在天空 也不在海中 是在自己裡面 甚至天國不是有一個外在的地方 在宇宙某一處 如果真在宇宙某一處 就在你心裡 這個是多馬福音書裡面 也是不在聖經裡 耶穌說如果那些靈靈們對我們說 看那上帝的國在天上 因為我們從一個素僕的觀點來講 往上就叫做天上 所以天堂在上面 然後下就是地獄 因為土地就地獄在下面 這是很素僕的一個經驗 可是耶穌說你看 說看那上帝的國在天上 那天上飛鳥要被你們先進去 因為他飛在天上啊 如果他們說啊他在海裡 那海裡的魚都被你們先進去啊 所以天國就在你們的心裡面 這個裡面其實是心裡面的意思 也在你們之外 所以什麼東西可以在心裡之內 也可以在心裡之外啊 你注意到他 他就在你心內 你沒有注意到他 他可能就在你的心裡之外 你們若明白自己 自己也必被明白 並且知道自己 乃是永生之父的兒女 倘若你們不知道自己 你們住在貧窮之中 並且你們自己乃是貧乏的 所以你要認識這個 就會覺得你是很豐富的 那天國像一個芥菜種子啊 這也是一個非常神秘主義的說法 怎麼會在一個芥菜種子裡呢 各位同學有沒有看過M.I.B啊 同學M.I.B裡面就有 他們有一次要找一個宇宙的什麼東西 就掛在貓脖子上 那麼大一個東西 怎麼可能掛在一個貓脖子上 是可能的啊 現在這個很多電影都演這種啊 那個什麼最大的寶物 就在一個小小的東西裡面 跟這有關 所以門徒對於說 請你告訴我們天國長什麼樣子 他對門徒說 天國就像一粒芥菜種子 那種子能有多大 天國那麼小 我們怎麼進得去啊 如果你從這一肉眼來看 他在種子中他最小的 如果他落在那根過的土壤裡 就會長大成樹 天上的飛鳥也要找到自己的 硬必安居之處 所以那種最小的東西可以變成最大 最大的東西可以變成最小 這種在莊子裡面幾乎有提到這樣的觀念 所以我們一般日常生活裡面 大就大小就小 怎麼可能變這麼變法啊 所以天國是一粒芥菜種子的這個比喻 這是多瑪福音書的 那還有呢 另外一個你要變成小孩才能認識天國 什麼意思我們變成小孩 我們的成長是單向的不可逆的 我們怎麼可能變成小孩 意思是說凡夫人所生的 從亞當到世襲約翰 沒有一個能高過約翰 而不在面前垂眼 但我曾說過 你們中間任何一個變成小孩 要認識天國 要比冤海還更大 所以我們的理解 就變成小孩 不是指肉體上的 因為時間是不可逆的 所以只能說你心靈上面 純潔像一個小孩 中國話裡面有說赤子之心 就是這種意思 另外還有孤獨蒙造選能進天堂 孤獨的蒙了選照的人有福了 因為你們必尋見天國 你們從那裡來也必要回到那裡去 就是孤獨跟蒙選照的人 所以很多人信教在這裡就鼓勵 因為你信教你才能進天堂 你不信教你將來就會被排斥在外 但是如果我信教我心中有神 我做的是善行 那我不信教理論上也可以進天堂啊 照前面的說法 天堂在你心中啊 天國是貧窮人的 這也是多瑪福音書 貧窮人有福於天國是你們的 這跟剛剛講的是一樣 然後耶穌就是天國的化身 那進我的人乃是進火的 遠離我的人乃是遠離天國 所以你接近耶穌 就等於接近天國 天國向女子用酵母發麵團 這個當然我們大部分人現在 不做烘焙的話 你大概不太知道什麼意思 耶穌說富的國 這個德子打錯了啊 富的國就像一個女子 她取了一點酵母的酵 將它放在麵團裡 把它做成一塊大麵包 凡有耳可聽就應當聽 你懂嗎 所以這是一個發酵的作用 其實我們就是說 以一個人傳另外一個人 再傳另外一個人 也變越傳越多 傳福音就是這個意思 福音就是好消息 good news的意思 所以這個也有這個聖經的那個 簡單的英文版 叫good news bible 天國像富人的一滿糊的飯 耶穌說富的國就像一個富人 她帶了一滿糊的飯 當她還在路上 離家還有一段路的時候 糊子的餅壞 飯時在她身後流出來 卻不知道 也不曉得發生什麼 回到家放下糊子的時候 發現糊子是空的 所以是天國 天國你要進去 你得小心免得又掉出來 天國像一個想殺人者的刀 那這些比喻都 都是多瑪福音說 耶穌說富的國就像一個人 他想殺掉一個強有力的人 就在自己家裡拔出刀來 把他插在牆裡 看自己手藝是否能行 才去殺那個人 這我就不打一個問號嗎 就沒太懂這個意思 什麼叫殺人的刀 天國是那個 天國像有百隻羊的牧羊犬 尋找走失的那一隻 耶穌說天國就像一個 有一百隻羊的牧人 有一隻羊 就算最後一隻走失了 他就偏下九十九隻去找他 直到找到為止 當他經歷這些艱辛的時候 他對那隻羊說 我看你剩餘其他九十九隻 所以這羊應該蠻高興的 走了他竟然他還知道 如果羊要逃跑 當然就很難過 不是有那個澳洲的那種 捏土的動畫片嗎 就不是有羊跟那個人的故事 好 那天國像藏在地裡的財寶 天國已經在地上展開 只是人不能看見 像這些都是很 有時候讓人很費解的 好 天國像藏在地裡的財寶 耶穌說天國就像一個人 在地裡面隱藏的財寶 他不知道 他死了他的兒子得到一塊地 可是也不知道地裡的財寶 就承受地業把他賣 買地的人去耕那塊地的財寶 才按自己的信心 放在別人自己去 意思就是說 天國像地裡的財寶 所以你必須勤奮地耕地 才能夠讓他才能發現的財寶 在西洋 在西洋有一個 不是西洋吧 在中國有一個故事 好像在明朝末年 就有一個爸爸要死了 跟他三個兒子說 我把地都分給你們 我在你們中間 有人的土地裡面藏著財寶 我不告訴你們是誰 這個爸爸死掉以後 三個兄弟就非常勤奮地種田 所以後來都收成的不錯 可是誰也沒發現財寶 因為那個財寶就讓他努力去耕田 並不是一個真的有一廂金銀 在他的田裡面 所以這爸爸是一個非常聰明的爸爸 那西方有個類似的故事 那說一個爸爸有三個兒子 都三個兒子很奇怪 然後就說把三個兒子分別叫來 給他每一個人一支戒指 說這就是我 你是我最愛的兒子 所以我把這個戒指傳給你 第二個兒子來也這麼說 第三個兒子來也這麼說 所以三個兒子都宣稱自己是 爸爸最愛的小孩 這在講什麼事呢 這在寓意 伊斯蘭教 基督宗教跟猶太教 哪個才是上帝最喜歡的宗教 其實在這故事裡面說都是 沒有一個偏好 這在德國的一個小說叫做 智者納丹這個書裡面講的 每一個人給個戒指 都說你這個才是我真正的戒指 所以大家都相信它是真的 另外窄門跟寬門的比喻 這我們生活裡面當然有 你們要進窄門 為什麼要進窄門不進寬門呢 因為引到滅亡那門是寬的 你自己要求自己越多看起來是窄門 有些事情我不做 不想門很寬 你什麼都可以做啊 那就引到滅亡 路是大的 進去的人也多 引到永生 門是窄的 路是小的 找的人也少 所以你們應該選客 就像選窄門一樣 人很少的 路不太寬的 什麼的 我自己想完我都好笑 好 那這還有一段說 耶穌往耶路撒冷去 耶路撒冷是當時的大城 耶穌是從鄉下地方往城裡面去 是這樣的意思 經過各城各鄉都教訓別人 傳教 有一個人問他說 主啊得救的人少嗎 耶穌對眾人說 你們要努力進窄門 我告訴你們 將來有許多人想進去 卻不能 你別以為這窄門 你現在先知道了 趕快進吧 到家族起來關了門 你們站在外面召門 說主啊請給我們開門 他就回答說我不認識你們 不曉得你們是哪裡來的 那時候你們就要說 我們在你面前吃過喝過 你也在我們的街上教訓過人 然後他要說 這講的他要說 其實就是耶穌自己 我告訴你們 我不曉得你們從哪來的 你們的這一切作惡的人 離開我去吧 你們要看見 亞伯拉罕 以撒亞各級眾先知都在神的國度裡面 你們卻排便在外面 在那裡必要哀哭切齒了 從東從西從南從北 將有人來在神的國裡作息 只是有的在後的將在前 有在前的將在後 這句話也是很 沒有人生經驗 你就不知道這句話是神經病講的 什麼叫做那後的將在前 在前的將在後 以前我的老師就講過類似一句話 說你不知道啊 你現在排的是最後啊 如果向後轉你就是第一啊 這什麼叫做向後轉你就是第一 我們以前也沒有人唸這個中國的經典 也沒有什麼國學熱什麼什麼的 我就沒想到我會寫論語 那時候反正是自己的興趣 結果一熱門了 我們這種擺在後面就向第一了 我在社會學也是一個不走主流的人 那到現在也沒有向後轉 所以還在不在主流裡 各位同學有時候選自己的道路的時候 真的就選自己喜歡的道路 你可以走得久一點 Roberts Frost一首詩說 黃色的森林裡面有兩條路 我現在走的都是第三條路 因為第二條路 第一條路很多人走 第二條路比較少人走 他說我選擇了一條比較少人走的路 我的人生從此就跟人不一樣 類似這樣的翻譯 如果你選擇像我一樣 選擇第三條路 那不一樣的人生更精彩 更精彩 是比較寂寞一點而已 好 這是耶穌的言行 第三條路 4 3 5